大家好,我叫Celine 我是The Rebel Moms的創辦人兼設計師 其實我當時創立這個品牌的目的 就是想設計一些很時尚的服飾給媽媽 因為當別人想到媽媽的品牌 就會覺得是否想設計一些大肚子衣 或者是親子妝 甚至是有沒有一些衣服遮著媽媽的缺點 所以我是想打破這個傳統概念 去設計一些衣服 讓媽媽穿得很時尚又有個性 以及可以顯得她們的自信 這個品牌除了設計很時尚的服飾給媽媽之外 我其實都是想製造一個言論平台 這個言論平台是讓媽媽自由地講述她們的故事和經歷 因為很多時候香港的社會很繁忙 很多人沒有時間關心有關媽媽這方面的主題 其實有很多人還未做媽媽想做媽媽 甚至是一些媽媽都會很想得到這方面的關心和幫助 我希望通過我這個言論平台可以幫助到很多媽媽 去分享她們的故事和時間互相幫助和扶持 我們這個衣服最重要是想讓媽媽穿得很時尚 我現在設計有很多裙子都是高腰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鬆身一些 其實是走一些比較酷一點的 好像西裝inspired的裙子和高腰的裙子 其實很多時候媽媽生完小朋友的肚腩會比較鬆弛一點 其實穿一些泡泡的A字形裙子會顯得更長 而且會顯得更高貴一點 其實都挺困難的 因為我當時創立一個品牌的時候 我其實碰上了疫情 我現在的小朋友兩歲半 小的那個剛剛一歲 其實當時兩個小朋友年紀相差都比較近 所以當時又疫情又要照顧小朋友又要創難 不過品牌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很多時候我都曾經想過不如我放棄吧 還有很多人都說你都要做媽媽了 你不如專心去做媽媽 而不要去搞那麼多事情 去做一個創立一個品牌太辛苦了 還有他們都怕我會不會沒有時間給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去平衡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很限量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我會學會怎樣去分配我的時間 同時我覺得有時候 我都會覺得 作為一個媽媽有自己的工作 都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我大肚子期間 當我想放棄這個品牌的時候 我都覺得 我的小朋友好像有跟我在溝通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媽媽都有這樣的經歷 就是她會覺得好像聽到自己的小朋友和她聊天 我當時就覺得 好像是我小朋友給我一個動力 去堅持繼續創立這個品牌 其實現在轉季天氣比較冷 一般會想到穿黑色衣服 就是穿沉色衣服 但其實我覺得 今年的秋冬季節 應該會流行一些比較鮮色的衣服 甚至是一個比較平衡的顏色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到 Kim Kardashian 他們現在很流行 就是穿那些比較 膚色狀的顏色 好像膚色狀的顏色 就是米色 肉色 淺粉紅 淺咖啡色 深咖啡色 他們喜歡由帽子 襯衣服 襯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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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襯一個顏色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穿 其實這樣一起去配搭 其實都很時尚 很好玩 而且如果媽媽 可以和女兒一起襯手色 小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襯 可愛的珠鏈 或者一起去玩 可以帶一些童真回來 或者如果媽媽自己想襯 都可以襯一些 金色系 銀色系 甚至是玫瑰金系 那些小小的小鏈仔 和手鏈 或者耳環仔 可以襯這種顏色的衣服 很漂亮的 還有男生的話 可以爸爸和兒子一起襯 一些太陽眼鏡 我覺得都會很有趣